有些獨派的人士來 他們沒有針對人選講話 但他們明白的反對您的憲法共識 我想這些社團的領袖 基本上他們都是很堅持台獨的思想 堅持思想 不管什麼思想都是值得尊敬 他們是反對我的政策 也沒有對我有人格的羞辱 所以我們都會尊敬他 我相信蘇主席也會給他們很滿意的結論 市長另外一個是今天要討論中國事務局的事情 不是同一個事情嗎 我們也會的事情 不是同一個問題嗎 大家覺得外界說服升級高順利可能會接任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所以我們都會給這些社團一個滿意 讓他們都很高興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